我国内蒙古地区出现了极其罕见的一幕 五百多万头猪竟然被赶到了沙漠里边 看到我国这样的做法 许多国家都觉得非常的不理解 甚至还觉得我国简直是被沙漠化搞怕了 想出了一个如此没办法的办法 但让这些国家没有想到的是 我国这些猪再来到沙漠后 竟然起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许多国家也纷纷跑过来效仿我国 希望自己也能在这方面取得突破 那我国把这五百多万头猪 放到沙漠的关键原因是什么 这些猪又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想要了解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就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沙漠里边养植猪 这样的说法估计谁都不会相信 但我国却真的这么做了 这些猪再来到沙漠后 直接就解决了一千多人的就业问题 最重要的是 这里的农户通过这样的办法 每一年能够多赚的钱达到了八千多万 这样的数字是所有人都没有料想到的 而且当地的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原本光秃秃的沙漠全都变成了粮田 甚至还可以在这里种植产业 我国也通过这样的办法向全世界证明 在沙漠里种植粮食是完全可行的 同时我国这样的做法 也带动着老百姓走向了共同富裕 这件事情还得从2020年开始说起 因为当时一种草猪刚好正式上市 这种草猪它们是放养的 生长的速度也特别快 味道也极其的好吃 当地为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立马就修建了一个养猪场 这一个养猪场能够供200多万头草猪生活 想要它们长得好的话 它必须得加强运动 但生活在这里的猪 它们都是被圈养起来的 所以很容易生病 看到这样的情况 于是当地的农户就散到了散养的方式 这样做它们就不会容易得病 但也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养殖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但由于这一些养殖的猪 它们的活动很好 体质也不错在市场上 销售量也是很不错的 它们的瘦肉非常的有嚼劲 而且它们的力气也非常的大 一米四的围栏完全就阻挡不住它们 当地的牧民看到这样的情况 却一点都不吃惊 因为这一种红山草猪已经出现了八千多年 这一种草猪的生活方式 也和普通的猪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一点也是许多人都没有料想到的一点 因此在养这些猪的时候 和普通的养猪方式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之所以人们会把这些猪放到沙漠里边去驯养 那也是因为当地的人们在养猪的时候 就是了一个相当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把这些猪的废弃物给利用起来 因为当地养的猪都达到了好几万头 这几万头猪每一天产生出来的粪便 也真的是让人头疼 再加上内蒙古 想要把粪便运送出去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如果这一些粪便迟迟不进行处理的话 味道会特别的难闻 当地的人们也完全就接受不了这样的味道 于是人们就只能换一个法子 究竟要怎样做 才能够把这些粪便给便废为宝呢 如果是在冬天的话 那情况还好 但如果在夏天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在夏天气温高 这些粪便散发出来的味道 压根就没有人敢接近这一个养殖场 而且这些粪便长时间堆积在这里 也会导致这些猪的成长受到一定的影响 粪便里边是有许多有害物质的 这些有害物质不处理干净的话 给人类的发展会带来极大的打击 看到这样的情况 当地的农民就又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利用这些废弃物来解决沙尘暴的问题 于是他们联合各种政府机关制定了一个方案 这一个方案能够很好的把粪便给利用起来 当地选择了一个废弃了很久的矿井 然后把这一个矿井和株舍里边产生的废水 以及固体废物给混合起来整串 混合起来后再通过管道运输一起送到矿井里边 千万不要小瞧这样的办法 当时人们想出这一个办法 那也是花了不少心思的 毕竟这些粪便的问题必须要解决掉 这一个策略直接就把废弃物给解决了 当地的农民还有了新的收入来源 因为矿井里边的这些混合物质 在经过长时间的发酵后 它们能够转换成有机肥料 这些有机肥料对当地的农业发展 会起到很大的帮助 最重要的是 这些猪在如此大的环境之下生活 它们的身体素质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而且人们之前需要花费的高成本饲养费 也会变得更加的便宜 这样真的是一举两得 而且这些猪产生的废弃物 能够很好的和土壤结合起来 和土壤结合起来后 人们再到当地种植一些植被 这样的话 植被在成长过程中也有了有利的环境 不用担心会被环境给污染 同时也不要担心没有肥料可以用 当然这一行为的好处 那可不止这么一点点 沙漠底下是有地下水的 可能这一点许多朋友 并不知道沙漠底下的地下水 其实数量还真的不少 有了这些猪在上面活动产生粪便后 下面的水质量也能够得到明显的改善 这样的话 生态环境只会变得越来越好 它们为生态环境的恢复 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 刚开始我国在这样做的时候 压根就没有国家愿意相信我们 觉得我国这样做完全就是浪费钱 尤其是这些西方国家 甚至还给我国乱扣帽子 觉得我国这样做 肯定是为了谋什么大事 然后来威胁其他国家的发展 但其实我们压根就没有这个想法 我们只是想通过这样的办法 来改善当地的环境 而且人们还发现 使用这一种办法后 当地原本干燥的沙漠 直接都变成了绿洲 这也让人难以置信 因为沙漠化问题是 很多国家都很头疼的现象 尤其是在我国 因为我国和蒙古的距离 非常的接近 这就导致 这就导致内蒙古的环境 也遭到了很严重的打击 众所周知 最近这些年 蒙古国的发展 那是极其的不乐观 国内的生态环境 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每天都在发生沙尘暴 我国内蒙古地区 如果不及时处理 这这样的情况的话 就会导致自身的发展 也受到影响 内蒙古地区 针对这样的现象 就做出了如此的措施 这样的话 既能够变废为宝 又能够更好的保护环境 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片土地也有了许多的植被 有了植被出现后 自然也会吸引很多的生物 来到这里居住 所以慢慢地 这里就形成了一个 完整的生态系统 这件事情也 成为了内蒙古地区 最大的新闻 它体现了 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可能性 同时也为许多地区和国家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当时的蒙古在得知我国 使用这一种办法 竟然取得如此了不起的成就后 它也开始蠢蠢欲动 因为蒙古国的畜牧业 也是非常发达的 如果能够学习我国的话 那也可以解决 让他们头疼的现象 蒙古国最近这些年的经济 一直增长不起来 也和生态环境 有着莫大的关系 一个国家生态环境 改善不了的话 那么自己的发展 也肯定崛起不了 内蒙古的这一次尝试 也告诉了全世界 只要通过合理的策略 我们是可以解决环境问题的 许多西方国家看到我国 取得这样的成就 都十分地难以置信 他们也想方设法地 跑来我国 希望我国能够把 这方面的经验传授给他们 你觉得我国 在沙漠上养猪 这一个办法厉害吗